青魚幹線收費廣場實施雙向收費後首過上班日 早上7時多開始入機場方向竟然塞車 車龍長達16公里 最嚴重時還塞到屯門黃金海岸一帶 由議員估計元朗、屯門、青衣等區大約100萬人受到影響 的確對交通造成影響 對市民造成不便 或者在這裡說聲不好意思 相信都平息不了大家的怒火了 要入機場上班就甩掉了 外遊的就怕要送機尼 應該九點半就可以到達市場 結果現在是十點半 我預約那邊過來時間 就是十分鐘 你從哪區來這裡? 沙田來這邊 沙田來這邊 最後用了多久? 最後一個小時 九巴曾經緊急抽調巴士疏到乘客 乘巴亦都說 全日來回共有100班巴士受到影響 交通癱瘓足足近4小時 去到早上11點才恢復正常 密切實爆事件 亦都揭露運輸署規劃失當 因為去機場方向的收費廣場 原本是有11條繳費通道 但未起好新收費設施下 只是開放6條繳費通道 但又推雙向收費 結果無法應付 議員要求政府暫緩實施 雙向收費的新安排 我們認為 拿市民的福祉去做實驗 擺乘客和旅客去做白老鼠 我認為是很不負責任的 而直到埃曼 運輸署禍已經加開兩條繳費通道 交通亦都長順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道